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那么绿营就有人再扯说 通通都是从大陆流进来的米酵菌酸吗 网友炮轰说已经死掉两条人命 结果还要来操作抗中保台吗 我们都要一起来讨论 问一下来宾第一位是前立委郑立文 大家好 前立委费洪泰 大家好 立法委员王玉敏 大家好 以及立法委员许志杰 大家好 好 我们来关心的就是我们的国防部长邱国正 因为儿子被爆有涉皇 因此上个星期还请辞 但是获得了蔡总统的位流 原本邱国正今天向立法院告假 但最后还是消假列席来背询 他除了向外界致歉之外 也表达他会严守在岗位上 但邱国正的儿子 他其实是在国安局任职 是有情治人员的身份的 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外流的影像 除了包括很清楚的全家福 邱国正坐在这之外 还包括有疑似在疫情期间 这位就是他的儿子 拿着健保卡视讯看诊的照片 以及他毕业证观的照片等等 就有情治人员认为 极有可能是邱国正的儿子 存在手机的影像 是被人家窃取外流 对方非常有可能很清楚 他就是邱国正的儿子 好 邱部长今天就说了 儿子的事情造成了社会的纷扰 致上了万分的歉意 孩子点了火一定要承受 家人会给他支柱 毕竟他是我的孩子 我虽然痛 但是我不会帮他救火 我都会盖瓜成社 好了 这个情治圈的人士 就有人来分析这个事情了 因为他说 这个泄密的人到底是谁 这个也要查身份 要一并揪出 因为秋晃年的照片 是第一次曝光 他的工作性质 其实是和情报相关的 具有情报员的身份 公开他的姓名和照片 设犯了这个情工法 必须要面对刑事的责任 为什么呢 因为他是个情报人员 他的脸从来没有曝光过 结果现在一曝光之后 可能他的入出境的资料等等 有相关敏感的国家 就会去查 跟他接触过的人 可能都会被送办 是不是会影响到 我们的国安情报工作呢 退役高阶的将领也说 秋晃年如果行为不减的话 理当要依规定来重诚 但是这个爆料者的动机 也应该要查清楚 否则的话 军人看到秋国阵的下场 还有多少人真心肯为民进党 来卖命呢 秋国阵的儿子 如果真的违反经济 就像秋国阵说的 该怎么办就怎么办 但是更应该追究的 是不是到底是何方势力 现在难道是甘愿 冒着泄露情报员的身份 触犯情报工作法的刑责 也要来打击秋国阵吗 那情报站的松散 是不是远比这起桃色风暴 对我们来说更加的可怕呢 立文怎么看 的确这个大家都同意就是说 为什么秋国阵他儿子在这个时刻爆发 这样子的一种很多私密的这些影像被流出来 因为其实大部分的人 一般社会大众或者是政治人物 怎么会认识秋国阵的儿子呢 怎么会知道他的儿子在国安局 然后长的是什么样子 叫什么名字呢 所以这个东西他一定是知道 那为什么在这样的一个时刻流出来 这就会引起非常非常多的揣测 跟阴谋论了 因为今天他这个不只是打击本人嘛 其实受到更重大打击的 如果说是在政治层面上面的话 当然是当今的国防部长邱国正 但问题是剩下不到两个月 就要换新的内阁啦 那如果说是因为他党人踩路 或者是说想要抢他的位置 或者不让他上任 那也应该他上任的那个时候 或过去要掌权的时候就来斗他 怎么会等到他都要下台了 到520就要下台了嘛 是第一个确定他一定要走 怕他不会走吗 怕他被赖清德继续留任吗 这是第一个可能嘛 第二个可能就是 不是只是斗邱国正而已 还让觊觎这个位置的人心生恐惧 告诉你我有办法 如果你今天如果不是真的 对跟某些势力的人很好的话 你不要傻傻的敢来接 不管是国安局长 或者是国防部长的位置 那不管是什么都让你觉得 这当中不单纯啊 而且就在这个政权轮替 虽然是同一个政党 但是不同的内阁 整个的人士要做重大的更迭的时候 更让大家毛骨悚然非常恐怖 一般人怎么可能拿得到这些资料呢 更何况对方他也不是一般老百姓啊 他虽然是国防部长的儿子 他自己本身也是情治人员 他自己本身也是国安局的人员 换句话说 更应该对安全的问题特别的敏感 特别懂得怎么样保护自己才对啊 那如果说连有专业训练的职业情治人员 都有被私密 最私密的部分都会被曝光 那第一个 我们的整个的国安体系 难道还不需要彻底的检讨吗 你看到我们的国安体系接连的出包 你怎么会觉得台湾是世界上最危险的地方呢 我觉得台湾应该是世界上最安全的地方吧 这些负责国家安全负责元首安全的人 要不然就喝酒亲妹 要不然就嫖妓 甚至于之前还买丝烟 这台湾变成是一个什么奇怪的地方 第一个 不只是国安局本身的风际的问题而已 这背后隐藏了是不是真的有内阁人士的斗争 那这个东西在风暴核心的就是赖清德本人嘛 我不知道赖清德本人是不是有掌握背后可能的阴谋论 是谁在他阻隔之际出这么多的招 我们看不懂 我希望赖清德能够看得懂 所以他在阻隔的过程当中 不要误用小人 或者是在阻隔的过程当中 是谁在这边掀起这么多的风暴 不顾国家形象 不顾国家安全 我觉得赖清德要特别的掌握所有真正的讯息啊 否则的话 哇你阻隔的过程 这么多人在这中间操弄 那未来 抢的是国安局或者是国防部的位置 都牵涉到最敏感的国安神经 那这中间 赖清德可不能够完全都没有掌握啊 那么新的内阁政府还没有上台之际 就卷出来这么多的风暴 其实在之前选前 包括像罗智政 一个大立委 他为什么跟我们的国家第一领导人 总统第二领导人 行政院长讲话的时候都要录音呢 这不是很奇怪吗 他录给谁听 他要录给谁听呢 为什么赵天玲会交一个大陆女朋友 一交交这么多年呢 这些难道都没有国安的疑虑吗 这些难道都不需要清查吗 这在在都指向是非常权力核心 内部的风暴 正在自爆啊 那这一种反而才是我们今天国家安全最大的隐忧 所以民进党也不需要在那边操作什么政治危机啊 然后每次遇到这十安的时候啊 就来开始操作反中啊 或者是马总统要到对岸去访问的时候 就来操作一下戴红帽子啊 真正的国安危机已经在内爆了 而且就在权力的核心啊 明明没有政党轮替啊 怎么抢位子抢得这么凶残吗 好 过去邱国正啊 他呢因为啊 这个严明的管理手腕 在军中是毁育参办 2019年总统府不是爆发了私烟案吗 当时蔡英文就清点了邱国正来接国安局长 处理私烟案上啊 他可以说是大杀四方 因此也传出得罪了不少情志圈 还有特勤人员 好 黄阳明就认为了 这背后呢 原来可能是有一股势力啊 不只是要来斗垮邱国正 抢国防部长的位置而已 而且还要斗臭他 让邱国正未来在赖政府里面 没有办法拿到任何的角色 就有退降认为说 其实民进党如果不能够把整个案情的来龙去脉 给查清楚的话 那这个爆料者动机一天不搞清楚 以后军人看到邱国正的下场 还有谁愿意帮民进党政府来真正的卖命呢 而邱国正的儿子犯错 当然应该要被研办 可是有人竟然拿我们的国家情报工作 来做政治斗争 这是不是非常的严重呢 委员怎么看 邱国正这个人呢 人如其名 方方正正 为人守正不阿 我对他这个评价是蛮高的 虽然我曾经有一次总质询 他对我讲话很不礼貌 但是我想他也尽他的本分 我也是尽我的本分 我认识他很多的同学 他的长官 他的部署 甚至他的同学 这个人 你说他现在有没有在争取 去当什么官位 我所听到的没有 所以他 这个事件让大家都很诧异 因为到底是什么原因 刚才立文都分析了一些 我想在军中 如果有人染黄 这种相片出来 一定是新闻 如果染黄的这个主角 又是军官 那新闻更大一点 那染黄的主角是军官 再这样爸爸是国防部长 那就跟天一样大了 对不对 状况大概就是如此 但是我们就看谁来 谁在报这个料 爆料的目的到底是什么 当然 我相信 我也希望我们的国安单位 应该要好好理查 此刻已经不再是 邱国证儿子的问题 也不是光邱国证儿子 邱国证 邱部长的问题 已经牵涉到国安的问题 那我们就看 可能爆这个料 媒体咯 媒体都为了新闻 这个新闻出来 那家媒体 现在立刻很红 对不对 这是当然 但是 再来看 我们看 是不是对案 有人讲说对案 对案要搞的 有没有可能 当然有可能 或者是邱国证 最近常想 哎呀 军机来 我都快睡不着觉了 美方听到这种消息 美方是很生气的 是不是美方 这个也要去分析 要去研办 我们不放 尤其国外代表 不能放弃任何一个可能 当然 有人觉得 他可能会留任国安部长 或者去当其他的位置 不管是什么位置 有人想要跟他竞争的 那当然 他旁边的人 那旁边人就 先把这个人打掉 他自己本人 或他的朋友 他有机会去当那位置 有没有可能 也有这种可能 还有仇恨他的人 刚才主持人讲的 201819的撕烟案 他办了很多人 那被办的那些人 他的 他自己本人 或他的家属 有没有很讨厌他的人 有没有 也有可能 还有邱国证儿子 自己本身是军人 他的讨厌邱国证儿子的人 有没有 也有可能 或者跟他竞争的人 有没有可能 我讲到那么多的可能 我们也不要 我们老百姓 当然媒体一定会揣测 立法院也一定会揣测 因为邱国证不是普通的人 邱国证的儿子 虽然关键不高 但是他是国安局的人 他是情治人员 那当然要 这个两个都很多很多 一定要去追查 所以我是觉得 我们政府 政府 这个当然是 广播 我们的 这个 情治单位 尤其是国安局 应该 不放弃任何可能性的线索 要把它查出来 因为 这个事情 这个事情影响真的很大 到底是我们多少 情治人员的资料 对岸 我们讲对岸 有两个对岸 一个是美国 一个中国大陆 可能都有 这个有 我们日后的情治工作 怎么做 你说过 听听看 我原一分析发现 有这个动机的嫌疑人 怎么这么多 所以是不是也有可能包括了 是个被人挡了财路的 这些厂商呢 周国证的儿子 爆出了桃色风暴 给这520之前政坛 投下了一个震撼弹 抢位子的传闻是 盛销成上 但也有人说 会不会其实是他挡人财路呢 因为被他挡财路的公司 各个都是神通广大 我们来看到 王宏卫的一个最新的爆料 他说 你知道吗 我们政府编了 2400亿海空战力提升 特别预算 不少都是要用来 制作国造的飞弹 但先前就发生了 我们的厂商 外购的飞弹原料 竟然是大陆制造的 就是一个风艺公司 他提供了一个导弹的 制造原料 叫做过滤酸胺 疑似就是来自于大陆 所以就被这个中科院 给解约跟停权了 但是就后来又被发现说 这厂商很神通广大 这个厂商竟然在同样一个地址 同样一个负责人 还有其他的相关公司 还在持续承揽国防部的标案 所以停权难道根本就是挺假的吗 好 国防部现在就说了 哎呀 停权之后呢 我们现在发现确实他还有承揽其他七个案子 已经请中科院提供黑名单了 未来会继续的来落实查核啊 而且呢 我们知道其实啊 先前赖清德他去参观 无人机国家队的时候啊 就被发现说 在驱动马达上竟然印着 Made in China的字枪 那怎么还得了啊 连导弹里面的原料都不可以用大陆制 结果呢 我们的这个无人机国家队里面 竟然有这个马达式大陆制造 这样可以被接受吗 好 结果我们的隔魁曾经也告诉大家说 厂商说这只是为了测试啦 之后就会换成台湾制的 不要为这样的事情 大惊小怪 这样子没有意思啦 哎 这样子也叫做大惊小怪吗 所以是不是其实呢 我们既然呢 都可以 连赖总统去看到的 都可以是Made in China 所以呢 厂商当然有样学样啊 我帮你进一点 这个大陆制的原料来做飞 但有什么关系呢 所以邱国正是不是真的因为党人财路 所以现在被斗争了吗 好 过去啊 民进党搞军火国造的时候呢 其实邱国正他因为是中科院的董事长嘛 国防部长必然兼任中科院董事长 所以今天邱国正被斗 他到底是不是党人财路 可是今天邱国正他自己则说 没有啊 这些案子呢 都不会经过我的手啦 我要如何党人财路呢 像是过去黄树光 搞国建国造的时候呢 邱国正也说他毫不知情啊 所以原来国家重大军购案件 也可以不经过国防部长吗 如果说今天他没有党人财路的话 那问题也很大哦 代表是不是国防部长被架空了 所有背后拍板的人 其实就是我们的高层 甚至有可能是蔡英文总统 或者是顾立雄吗 委员怎么看 我觉得这个邱国正部长 他说这个他最近晚上都睡不着 但是我觉得虽然晚上睡不着 但国防部部长这个职位 还是很多人抢着要当 为什么 大家知道我们的国防预算 我们从三千多亿 现在已经暴增到六千多亿 所以如果一个国防部部长手上 握有这么庞大的一个预算资源的话 那他可以分配的 他可以决定的 那个权力坦白讲是非常大的 所以这一次我觉得这个邱国正 他儿子这样被爆料 其实就是见识邱国正这个位置 这个其实非常的明显 只是这个当事人一定没有料想到说 蔡英文怎么挺邱国正挺到这个程度 第一时间总统府就说不用死 就是他口头起来 他说不用不用死 那使出这一招的人可能觉得 这个邱国正怎么后台这么硬 就是没有办法用这个 这已经是天大地大的事情 结果没有办法把它换下来 那当然这当中其实也涉及到 整个国安团队背后 包括军方 这里面的内斗 我觉得其实看起来也有点恐怖 也有点危险 第一个你可以看到 邱国正当然要问他说 你有没有党人财入 结果他就说 我没有党人财入 那他不讲还好 他这样子讲之后 那我们就觉得 国防部部长不是所有的预算 如果说真的授权的话 应该是由你负责吗 结果他说他没有党人财入 那代表说是不是背后还有另外一只手 是可以遥控他的 或者是他某一个部分是可以被架空的 就是没有经过国防部部长 走另外一个管道 另外一个通路 去决定我们很多军购的事情 那如果这样子 其实更可怕了 因为邱国正是要来到立法院 被立法院外交国防委员会 被立法委员监督的部长 结果如果他手上有一部分的预算 根本就不是由他来拍板决定 而他自己说他根本就不知道 而实际上背后这个淫无者 他可以控制 但是他又不用来到立法院 那请问这笔钱要怎么监督 背后的淫无者 他说怎么用就怎么用 那这样子是可以的吗 所以当邱国正讲这一句话的时候 大家真的又会觉得说 那我们的体制到底是怎么回事 就是一个国防部长说 人家是说你打人家财弱吗 卧胎对 结果他说不是哦 这些预算我不用管 那我们真的很想问邱国正部长 那不是你管 那请问是谁管 是三军统帅吗 还是三军统帅背后 这个民进党的派系 还是是谁 讲这句话 大家就觉得有更多的问号出现 那另外一个就是 你可以看到民进党执政底下 有一个荒谬的部分 他不是逢中必反吗 结果现在被爆出来 你制作弹药的这个成分 竟然是来自于对岸 那来自于对岸 你这个厂商还不换掉 这个厂商还可以继续包 国防部其他的案子 这不是很离谱吗 还有这个无人机 他说是无人机是国家队 蔡英文已经不晓得多少次 到嘉义去看了 赖清德也去看 结果看完之后发现 这个最重要的引擎马达 上面大啦啦写着 Main in China 是MIC 是对岸做的 结果我们的这个院长高达什么 哎呀不要大惊小怪啊 这个马达对岸做的又怎么样呢 那为什么这个抖音你就觉得很严重 手机你觉得很严重 我们国防工业无人机还有制作弹药的部分 来自对岸中国大陆 你又觉得不严重 那所以什么事情是涉及国安 都是民进党说了算 所以你就可以看到说 是不是这背后 因为跟他们的这个派系 有这个很庞大的利益 所以只要涉及到这一块的 因为生意要大家做 即使是来自对岸 没有关系 弹药也没关系 无人机也没有关系 统统没有关系 但是如果他们没有利益的 这个逢中必反 然后这个喊打喊杀 就喊得非常的大声 所以在民党执政底下 你可以看到 如果我们的国安底细 已经变成是这样子 一个国防部部长可以公开说 这一些有一些军购案 跟我完全没有关系 我没有办法管 那我觉得这个就是国安上面 非常大的漏洞跟问题了 对啊就像玉民委员说的 民党政府必要求公务机关 要去红化吗 公务员不可以用抖音啊 结果呢 原来我们的导弹包商 竟然可以用大陆的原料 来制作弹药 甚至被列为了不良厂商 停权三年之后 还可以借壳上市 继续承揽国防部的其他表案 过去传出不是有国庆晚会吗 表演的时候 竟然用到了大陆的无人机 当时的苏贞昌隔魁 震怒喊咖 说我们甚至是可以 不要有这种表演 也不要去用到对岸的无人机 结果呢 我们的赖金德最近到了嘉义 去参观无人机国家队 却发现到说 竟然是用大陆的马达 来做的这个零件 好 那么面对民众的质疑呢 现在我们的隔魁说 哎呀 这个螺旋桨是国产的嘛 马达上印着一个MIC 不用大惊小怪啊 如果国家队用到大陆零件 也没关系的话 那过去苏贞昌 到底为什么要震怒呢 而如果连无人机的国家队都可以用大陆的产品的话 那当然我们的厂商一定有样学样觉得说 那我只不是近一点这个材料来做这个叫做导弹的原料而已 那有什么好大惊小怪的呢 委员怎么看 我先讲那个自治率国造 我以前也在中科院待过 所以就是说你今天自治率是说 我今天国造就是50% 我50%以上的零件是属于我们自己制造着 那我主张在我这边组装测试在我们测试 这样子就是属于国造 所以就是说你今天无人机也一样 就是无人机第一个就是说你所有的零件 不可能100%都是在台湾里面制造 所以就有一部分的是属于其他国家制造之后进来台湾的 其实这个都是可接受的范围 那当然就是说在特别针对中国有两个角度 就是说第一个就是说我们的那个供应链 当然现在中国的那边的制造的供应链比较不稳 或者是有很多已经撤到东南亚 或撤比较low end的是撤到东南亚 比较high end的可能撤回自己原来的国家 所以我们如果是依赖中国的供应链的可能要特别的注意 要慢慢的撤开 那第二个就是说最重要的是晶片 晶片就是说我今天无人机 我是头脑最重要 我今天国安如果是晶片受到影响 有可能被窃取资讯 那当然就不行 所以就是说在头脑部分我们会严格 就是这个一定要把关 那至于说其他的各个部分的附属零件 我刚刚讲的第一个我们超过50%要国内制造 第一个如果是中国的供应链我们要渐渐减少 我想这样子一个概念 并就是说以后对于整个无人机的 这个是国造的一个理念就是这样 所以只要比例在这个50%以下的话 其实用到大陆的零件也没有什么关系 所以晶片不移啦 因为晶片那个是头脑嘛 头脑有可能资安就是国安 他会拿到你的资安的那当然就不移 那其他的零件 事实上所有的全世界各国零件 包括他的零件的材料 有很多东西 其实你没有办法去严格现在说一定是哪里的 就统统不行 我也认为说你说有一部分的是中国的 当然就是说如果他们品质够好的话 那少量当然我们要慢慢的撤出啦 那现在你说没有办法医生子全部撤出了 我觉得也没有那个必要说要100%撤出 好我们先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马英九前总统今天启程到大陆去早问 在下午已经抵达了深圳 而马英九在启程之前 他也表示说我已经卸任了 八年没有任何的公职党职了 唯一能做的只有近一己之力 来推动两岸交流 使两岸减少敌意 去年已经证明了这样的方式可行 希望在两岸紧张时 能够传递台湾人爱好和平备战的新生 定调这一次就是一个和平友谊之旅 而大陆方面是比较去年的接机的层级 还有维安的一个部署规格 所以是在下午2点45分的时候 由国台办的副主任潘贤长来接机 那么接下来在和宋涛会面之前 也会去参访一些重要的一些大陆的一些企业 包括无人机的大疆 还有网路企业的代表是腾讯 以及大名鼎鼎的比亚迪 是电动车的代表 好 那么事实上路透社就披露说 马英九在下周一的时候 可能就会在北京举行了马锡二会 所以这个重要的学者赵春山就说 马锡会他认为应该是国台办方面安排的 马英九虽然已经卸任 但仍然具有指标性的意义 尤其现在两岸的情势诡调多变 赖金德520上任之前 这段时间又很敏感 怎么称呼 谈什么都必须要非常的谨慎 要注意的是习近平 想要透过马英九释出的是什么讯息 而不是马英九讲了什么 而前立委郭振亮则认为 大家更关注的是大陆到底会说什么话 那么台湾现在还要来看 这个蔡英文和赖金德会怎么样来回应 也要看看国民党的立法院党团的回应 是否要把马英九都主张 落实为具体的未来的两岸政策的参考呢 所以其实大家都非常关注 这场即将可能会登场的马锡二会 那么赵春山他也认为 要是这次真的有马锡二会的话 那习近平可能会借由这次的会面 来提醒当年双方承认九二共识 反台独的重要意义 这是不是要凸显过去的成果 反过来印证今日台海会 兵凶站围就是因为不承认九二共识吗 立文怎么看 我觉得这个马锡二会 大家当然是非常高度的期待 从这个对岸在去年 马英九到中国大陆去访问 虽然是一个纯粹的一个私人之旅 扫墓之旅 但是你也可以看到 不管是官方还有民间 都对马英九释出了 可以说是百分之百十足的善意 那马英九的登陆 也的确为八年来降入冰点的两岸关系 带来了一丝的暖意 这些都是不可否认的 那么今年在这个最关键的政治时刻 虽然民进党的人口诛笔伐 看不下去 但这也不是新闻 反正他们就是很自视的反应 可就像当年 我说连战主席的和平之旅是一样的 在陈水扁因为两颗子带继续连任之后 不仅在国内政治高度的对立动荡 而且陈水扁的一边一国 也造成全世界对于两岸局势的紧张 感到非常的忧虑 所以连战虽然是一个选输的总统 虽然是一个在野党的主席 当时他也是第一大党 但是他还是做了历史性的破冰之旅 那么对两岸关系 有没有带来荣兵跟重大的历史转折效果 历史证明就是有的 而且接下来2008年 马英九也是在这样子的一个氛围底下 顺利的当选之后 两岸有非常大开大合的 很顺利的这样子的一个 展开交流的过程 那现在又一样的 赖清德继续的代表民进党连任 两岸的局势再度让全世界的人 感到非常的紧张跟忧虑的时刻 如同马总统说的 他是一个现任的总统 他也没有任何的党职 他就是一介百姓 但问题是他的历史代表性 还是有一定的高度的 而他此刻去 无非踏上他此生第一次踏上北京 也是要传达一个来自台湾 希望两岸局势稳定 无论如何 中华民族绝对不可以再犯愚蠢的错误 就是打仗 希望还是透过和平对话交流 来开展未来的两岸关系 就像我刚刚说的 马英九既不能代表政府 恐怕现在也没有办法代表国民党 但是他有一定的历史地位跟高度 传达的也是一个大多数 我自己个人的感受 应该是台湾人民真正的向往 那么在这个时刻 对岸怎么回应他 到目前为止看起来 也是非常顺其自然 顺水推舟的 延续去年的一个美好的 这样子的一个互动的经验 然后今年呢 慢慢的再把它升高 然后安排到了北京 很有可能习近平会跟他见面 那习近平会不会跟马英九见面 当然取决于习近平不是马英九决定的 马英九不能叫人家来 叫人家不要来啊 那但是如果一旦两位历史性的二次会面 如同我刚刚讲 即便有刚刚马英九 种种身份上面的限制 但不会限制这一次会面的重大象征意涵 跟历史意义 如果那一次的连战破冰之旅 可以转变历史的轨道 而这一次我认为也会发挥同样的效果 因为习近平既然要见了马英九 就如同马英九说的 他有两层不同的意义 第一个就是在政治的高度上面 再度的向两岸人民乃至全世界宣誓 尽一切的努力寻求和平的方式 来开展两岸关系 尽一切的努力来避免透过军事冲突 也就是我刚刚说的最不治的选择下下策 来造成两岸的冲突 另外一层其实也非常重要的意义是 习近平他也要透过这件事情 以我当时陪连战去中国大陆 我的经验跟观察 对于老共来讲 他们也是一直不断的在告诉大家说 马英九是老朋友 我们享有共同的一些价值情感情怀 那这些东西不会因为马英九 今天失势了下台了而有所改变 这是就是北京他们这么多年来 一直不断持续释放的重要讯息 所以就是要什么 要让你知道对岸就是我们 中共的领导人你是可以信任的 而且即便历经了胡锦涛到现在的习近平 不管中共内部有多么的庞大复杂各种的关系 我们其实也搞不清楚 但起码在这个重大的国家历史翻展方向上面 他们对你曾经下个承诺 他会继续的坚守信守这个承诺下去 即便你今天国民党在野了 即便你今天马英九下台了 我还是一样秉持的这样子的一个方式 跟一贯的这个轴道来招待 或者是说会见马英九 这个东西是很重要的 因为两岸的隔绝 我们欠缺的是什么 就是互信 长期以来我们都受到以前老奖时代的 这种仇共恐共的教育 不管是个蓝的绿的 都对共产党其实有非常高度的疑虑 没有互信 那这个东西如果再不透过对话交流 来彼此理解了解彼此的想法跟需要 两岸怎么样能够缓和这个局势呢 所以这个东西更重要的是 绝对不能够把彼此一直不断的妖魔化 一直不断的把它变成是一个永远不能够改变的仇敌对立的关系 这对台湾绝对不是好处 所以我相信大家对于马英九这一次跟习近平总书记的会面 有高度的期待 而且我也相信会面之后会带来非常多正面的讯息 不管民进党或民党侧义表面上说了什么 但我相信私底下赖清德一定要把中共所释放出来这个讯息 非常严肃认真的看待 赖清德在这次大选当中 其实是只拿下了四成左右的一个选票 所以不少人分析认为 就代表了其实是有六成的民众不认同民进党的抗中路线 尤其是希望两岸可以透过交流来降温 那马英九今天再次访路甚至有可能会和习近平二次会面 虽然马英九现在已经没有任何党公职的身份 但对两岸关系来说 马英九是不是能够至少能够维持一个非常良好的一个对话的气氛 甚至可以让大陆能够了解台湾的内部的民意 并不一定就像是这个民进党让大家 让大陆的民众看到那样好像就是要喊打喊杀 那么如果马锡这一次能够达成某一种程度的共识 或者发表某一些声明的话 不知道范园圆怎么解读这样的一个历史的意义是什么 另外那么民进党政府为了意识形态 好像一直没有办法传递一个清晰的政治讯息 但是两岸关系是不是还是只能够靠谈不能够靠打呢 马英九前总统是传递了 我相信在台湾的时候大家都知道 马英九不可能会帮民进党去带什么话 马英九前总统也不可能会帮国民党 中央党部去带什么话 我想他这次纯粹是个人带着学生的去参访 这当然这个目的两个 一个是交流 第二个透过交流再一次的认识此刻两岸的一些局势 当然我们希望像军机绕台这种事情能够慢慢的降温 我常常有很多从美国来的同学朋友 他们问我的大概第一个问题就是两岸会不会打仗 打起仗的当然很恐怖 我当然跟他讲说不太可能 但是我讲这话我也有点心虚了 你看连美国印太的指挥官最近讲 最近讲说什么2027年会打仗 这是最近听到的 那问题是老美我们买他的武器钱都付了 2028年才要交武器给我们 这不是一个讽刺你知道吗 两岸这个像美国AIT的主席 这个罗拉罗森伯格 今年昨天到的吗 这是今年来的第二次 你看以前美国AIT的主席大概一年来一次就了不起 我们三个月来了两次 这个来的目的是干嘛 是他真的很无聊吗 我相信不是 因为520就快到了 我们赖总统的这个发表的演说的内容 当然他们很关心 这个还有因为最近两岸的局势 你看并没有和缓 尤其是当我们的交通部观光署宣布 6本来是开放到大陆去旅游去主台旅游 就又停止了 这两岸的关系很就闻到出那种味道 其实并不是很并不是让大家觉得很很放心的 我想这个这个罗森伯格今天好像是见见到我们蔡总统 他当然就很美国就讲得很明白了 美国期待着两岸是这个持续的维持现况 当然就是要稳定 美国是今年他是大学年 他不希望看到两岸两岸这个引发的战事 两岸引发的战事对美国而言 此刻不是他预期的 美国当然希望台湾听美国的话 但是你在我不是我预期的时候发生的战争 这是美国所不想看到 因为他会捉襟见肘 会影响到美国的大选的选情 大家都在问两岸会不会打仗 我问他一开始很严肃的问题 会不会打仗 真的台湾一打仗 我们几十年的努力 辛苦买了房子 你辛苦买的车子 包括你买的化妆品 可能都拜拜了 所以在这里 我是真的是觉得 离520很快 希望大家 我们执政党 要出来稳定人心 马总统去 其实帮台湾的忙 好 我们先休息一下 马上回来 大树民大条家 保龄茶市的食物中毒 已经造成了两个人死亡 而且累计了31例的通报 真的是全台人心惶惶 但是徐晓星委员就踢爆了 王毕胜竟然在这个时候 跑去看演唱会耶 而且这个消息被踢爆之后 王毕胜还反酸说 大家应该要多多去参加艺文活动 来化解力气 现在保龄茶市 不管是河粉 果条 还有酱料 通通都验不出任何的米酵菌酸 民众非常担心 因为这个致命的歧毒 到底是从哪里来的呢 没有想到王毕胜一开口就说 米酵菌酸在大陆和非洲都有案例 过去台湾从来没有见过 不排除是人为带进来的 好 先不说保龄本来 就已经打算要歇业了 但是按照王毕胜的逻辑 这米酵菌酸看起来 就是大陆传进来的咯 难道现在连食物中毒 都要认知作战吗 最近台湾爆出了虐童案 苏丹红案 涨价 保龄食物等等的 这个四大让民众觉得 非常痛苦的案件 结果我们看到的是 蔡总统好像都没有什么出来讲话 而且开开心心去参加了大港开唱 那么要是这些案子 发生在国民党执政的政府 当然民进党有可能放过政府吗 现在民进党政府的这个心态 是不是就像罗志强说的 你死你的 我唱我的吗 已经不关我的事情了吗 玉米委员怎么看 我真的觉得这个蔡政府 520快到了 然后呢 每一个部会的隔远 好像放飞自我 包括蔡总统也是 就是说国家大事 关不关他的事呢 是下一任的事了 所以呢 歌可以唱的赶快去唱啊 然后舞可以跳的赶快去跳 这个大家记不记得 过去马政府时代 曾经巴巴风灾的时候 那时候的薛香川秘书长 他只是去吃了一碗粥 而且父亲节 被民进党整个轰到爆啊 连过个父亲节吃碗粥都不可以 然后就是逼迫他一定要下台 我就请民进党的人士 看看现在的整个蔡政府的 这些官员的表现 跟蔡总统的表现 如果同样的标准 那真的不知道下台几次了 这个今天这个 有关于王碧胜的这个部分呢 我今天是魏环委会的招委 我就在主持 然后就是徐晓星委员就咨询 他前面他就先讲说 最近大家是不是都很辛苦 是不是这个卫部部长 大家都加班加得很晚 他们说加班是常态 就是每天都很晚 然后结果他就画风一转 他又丢了一个照片 就说这个是王碧胜 然后329晚上 他就是很high的 就是去参加一个爵士乐团 那当然形成一个很大的落差 今天我们在魏环委员会 里面讨论什么 讨论食安议题 因为太多了 从苏丹宏 然后到小林洪渠的 然后到这个保林事件 我们看到这几个都是卫福部 所以照理来讲 卫福部从上到下的官员 大概应该是超翻了 因为事情太多了 然后我们今天在魏环委会讨论 也发现基层的基查院 特别是台北市的基查院 大概有三成六的异动 因为食安事件太多了 他们都被超翻了 结果你会看到一个很突兀的 就是说当基层被超翻的时候 然后看到我们的政务次长 他其实还可以很悠哉的去参加这个活动 那当然这个绿营的人就说 是不可以吗 也没有不可以 许小剑说没有什么不可以 但是这是观感的问题 就是说你这个时候有心情做这样子的事情 今天我们整个魏环委员会一直问 到底是怎么产生的 魏福部部部长都答不出来 还找不到原因 要他给大家一个时间 他不敢给 他说这个我们还要查 那我只问一个 如果这件事情 是这么重大的一个食安事件 什么原因都还找不出来 我们现在还有好几位民众 其实还重症 还在加护病房 那请问官员 你有心情去饮酒作乐吗 你有心情去唱歌 去看演唱会吗 那蔡总统你做国家的元首 在这么重大的食安事件 蔡总统没有讲一句话 大家有听到蔡总统讲什么话吗 以往大概也会想说去关心一下 或者是做个什么指示 没有耶 就是假日他就去大港开场了 就去南部 就这么欢乐了 所以罗自长讲得很好 如果这是发生在马政府时代 丢书丢鞋子 可能搞不好民进党的人就是开始号召 大家要去包围总统府了 就说这个何不食肉迷 怎么有这样的总统 但是回到是民进党执政 好像大家也觉得没有关系耶 就是真的 这个对于国民党执政跟民进党执政 我怎么觉得总是有一种双雕感 就是国民党的官员不可以了 到民进党的官员好像通通都可以 也没有关系也没有人要踏伐 然后舆论可能也就轻轻放过了 所以我真的觉得 从这一次的这个重大食安事件 我们可以看到整个蔡政府 从总统的态度 到他的政务次长的态度 怎么可以是这么的轻松呢 怎么可以这么轻松 那是人命啊 你有看到就是这一些家属 他还在交集 他有很多人想办法要换肝 今天还有两个说想要换肝 就想尽各种办法想要救他的家人 而做这么重大的食安事件 到现在你没有办法给百姓一个答案 我们这么多做米制品的农民 他们都通通受到波及了耶 今天很多人在问的时候都说 很多那一种卖那个什么 瓜条的那些小吃汉 通通受到波及 生意掉了一半以上 没有人敢吃啊 但是你今天政府 还不赶快把原因找出来 然后告诉大家到底是怎么发生的 然后也提醒大家 可以怎么避免下一次 这样的事情再发生 通通都没有 然后我们的官员就可以这样松散 总统就可以去大港开场 我真的不晓得 在这样的执政底下 未来的总统赖清德 你看到这样子 你觉得你以后会比照 小英总统这样做吗 还是你也觉得这样非常不妥 你可以在你们这个 礼拜三的总长会 麻烦发表一下看法 好我们先休息一下 马上回来 请帮我们按个赞哦 赞也提出的国会改革草案 本周要开始深入讨论 民进党团也提出了对案来应战 除了大法官 监委人事案 维持原有做法 立委过半才通过 但是其他的人事案 只要出席立委 达到一半也想就可以通过 这样的设计就被质疑说 是不是为了在嘲笑野大的情况下 还有机会可以硬闯人事案呢 另外过去民进党主张过的 听证调查权 民进党的版本里面 直接写明哪些项目立委不能查 而且还要求立委要尊重行政机密权 严格要求立委必须保密到解密之前 如果绿营版本真的上路的话 那不是代表老百姓以后 别想要透过立法院来监督什么高端 禁电事案等等的案件了吗 如果什么都可以用机密来隐瞒真相的话 那这样的听证调查权到底有什么意义呢 所以我们要请教一下委员 因为民进党团提出的方案 怎么看在老百姓眼中 好像比较像是自费武功 把监督权拱手让给了行政院呢 志杰委员 我先讲一下那个保龄茶室那个案子 其实你记得陈其迈在几个之前 就是有那个冰店的案子 冰店案子就是说我们今天身为一个市长 或者是我们是市府的卫生局 我们去到第一线最重要的事情就是采样 后面要怎么样查它到底什么样就会清楚 你在第一时间没有采到样 你经过几天之后采样来不及了 所以这是地方政府要做的 今天蒋万安的卫生局 它第一时间也有去 其实最重要的事情就是采样 你后来说卫福部没有查出什么原因 后来查没有米酵菌酸等等的 事实上第一时间没有采到样 那个是我是呼吁就是说我们大家要很清楚 当行政首长你要有这个担当 跟要有那个速度去处理最直接的证据 这个是我对保龄茶室的看法 所以我想我们也不要有太多的口水 该做的还是要做 这一部分的确台北市政府没有做 那再来就是说我们这一个 可以去演唱会吗 去演唱会OK吗 我想这个部分 你在比较薛祥川那个时候 其实是不一样的 薛祥川那个时候是八八 没有 其实不是 你其实我们也不要去双边 我们就是就事论事吧 今天这一个案子 在台风期间 在大风期间 它还在发生当中 所以当然你就说 你原则三要从某一个角度去切入 大家都有不一样的看法 我觉得我们都互相尊重 但是就说你从哪个角度去切入 所以这个部分我认为说 不能说它是一视同能 这状况不一样 好 那我们再讲这个 国会改革这个 是不是阉割自己的立法权 事实上分工跟制衡本来就是 这个权力在分配的时候 行政权跟立法权本来就是要 分工跟制衡 比如说你要立法院过半数 一定要人数过半 这叫绝对多数 那你现在我们讲说 相对多数 这个就是阉割自己的权力 相对多数不行 一定要绝对多数 那我想请教一下就是 韩国瑜院长 他是绝对多数还是相对多数 他还是相对多数 选出来的 他没有绝对多数 那他还是当立法院长 我们也是觉得说 我们都是肯定 现在的事实就是这样 那你说韩国瑜 没有绝对多数 就是阉割立法院的权力嘛 所以我觉得不能完全用 绝对多数跟相对多数 自己的权力呢 有关于就是比方说 像是这个禁电事案 或者是这些必须要 要求立委通通都要 一直保密到解密 所以你说的这个就是 分工跟制衡嘛 当然就是说你行政权 要分工跟制衡到什么程度 那你能解密到什么样的程度 这个当然就是说 你在业党的角度上 我希望你全部都公开啊 那事实上你问那个 现在台北市 问新北市 问国民党执政的县市 县市长 他们是不是像这样子的标准 全部都你要什么 就全部都公开 他有一些是行政的权利 有一些是立法的权利嘛 你可以调查就调查 你有时候行政机关 该保密的地方 就该保密的 你不能说我行政整员 你不能讲啊 我今天议员 我去问你问我就可以讲 那不一样嘛 所以我觉得权利的分工跟制衡 这个还是要相对的 所以还是要就事论事 我不是说全部都要先开 也不是说全部都保密 就是你要就事论事 看他到什么机密的等级 我觉得民进党 变成实政党之后 就是自我阉割啦 就是要监督行政单位 他们都是去阉割